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能不喜欢呢 果然无忧度这次真的是用心了 林玉芬导演的戏果然有保障 至少在唐风的这一块是做到满满的还原了 难怪沙青特辑以及海豹都看起来质感满满 一看这个景 就知道是用心了 青山绿水 楼阁桥畔 美美的 电视剧还没有开播 无忧度的景色已经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有很多人已经先去那边打卡 据说已经开通了风景区 不少的网友表示 可要保留好呀 以后还想去那边去旅游呢 看景色还挺美的 不知道到了实地考察会不会更加美呢 实地考察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看着风景确实唐风满满 唐代五开间大殿 六角亭等等确实回头率非常高 无忧度微波鲜火真不是没有理由的 冲住这份用心 这部电视剧我要好好看看 远观六角亭真的很美 外面的灯笼也把景色阴衬到了极致 唐代风格可不是吹的 既然主打唐风 那至少在景色方面不能败下阵癌 除了景色之外 这部电视剧中的两个演员也都是我有好感的 宋祖儿绝美哭戏不用我多说了 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住故事 宋祖儿以前的古装剧脸上比这个更加有肉感 希望后期不要崩 演技比很多小花要强的很多 在乔家的女儿当中能够体现得出来 不说教科书也是吊打级别 不愧是从小就演戏的熟手 不过这些对她来说应该是基本功吧 无忧度哪里单单是至今很美 女主妆容也超好看 衣服的选择 妆容 感觉哪一个都是审美在线 厉害 宋祖儿拿住性掉下眼泪那一瞬间直接封神 风吹动她的头发 也吹动观众的心 男主任嘉伦 说实话她的角色反差感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每一面都演得很好 所以经常让观众们觉得无法抉择 到底是选择前面的捉妖室还是后面的黑豹妖呢 男 但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两个都选了 不过最终还是妖王获胜 这黑衣 这发型 这酒壶 细致妥妥赢了 我服了任嘉伦身上的反差感 无忧度真厉害 目前爱奇艺2023电视剧排片单上也有她的名字 不过具体在什么时候播出就不清楚了 只说一句 清代佳音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